我們剛剛所看的這個足夥動畫 就是所有人擺所有人的 當然你不見得到一定要一格一格的 但是足夥動畫都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關鍵有特別多 關鍵有特別多 因為每一個都不一樣 對不對 不過在分析裡面各位可能要留意一下 關鍵有特別多的話 檔案就會比較大一點 相對來說比較大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您看到這個Lesson3 有沒有一個足夥動畫 裡面有很多種 彭政聖畢業廟也是出國章號 然後這個我們剛剛看過了 另外多可走路 這個人一定是虎背熊搖 融入的 這個就比較不是 但是他也是要一個一個處理一下 另外像這個 他是把影片加下來 有沒有,這是影片的,大家有時候全部填滿 填滿變成像這樣子的 另外像這個勇士巴達 郭文明很久沒有看過美日一致 說有新的美日一致 啊是,說有新的美日一致 不過那個美日一致 就除了好像沒有以前那個誰 那個主播那個 小小明講的那麼多 不過他早期有點改變 另外像,你看像柔軟的 有沒有,常常看到,寫字段話常常會看到 另外線條文物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我們上次有看過那個 就是用鉛筆大的那個 對啊,那個事項就類似這樣 這樣就不能你的隱格付款,就不能太快 不然你會怕死 因為1.24格 他如果做那麼長 你要看很久 所以你那個播放速度要慢一點點 12格 或者是要8格左右 會比較OK 這樣嗎 這樣子呢 各位就有一點概念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裏 怎麼會來學學一加一等二吧 老師你要學勇士八寶 你們想要學哪一個? 沒有,一個是正的座,一個是敗的座 出來的選手是一樣,但是做法上有點調整 你們比較喜歡國字還是比較喜歡英文? 如果你要做勇士八寶,要怎麼做? 這個檔案在這裡面已經有了,勇士 你可以先把它打開看一下 檔案格式錯誤 你看,這個是已經做好了,我們拉動看看 你們以前有沒有寫過書吧? 有,你們都怎麼寫的? 曾經八寶的寫,還是下面有偷偷對你的東西 要寫顏中心的就下面變顏中心 要寫柳中元就下面變柳中元的,寫菜就一樣 你們沒有去這裡嗎? 我以前都用這樣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我下面有對你的? 有沒有? 所以寫下來都跟他一樣啊 不然你們有在哪兒寫下來都是長得那麼漂亮嗎? 好像有點困難嘛 所以說這個要抱著做 這要抱著做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來做看看 你就拍一個新的檔案 二二三刀沒關係 好,要先給人家屁的東西 是什麼? 就是下面那個手工具要屁來用一下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有手頭有手起來有沒有? 你先把它解開來 把它解開來 你看這裡用選取工具 選取工具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選到那個手工具的? 好像我先拉動看看 有,有選吧有沒有 好 OK 你點到它就把它複製 那麼你到這邊來新的 就來把它貼上 不過其實就說一句 各位要注意一下 貼上有分三種 對不對 CC有三種 這裡也有三種 那 預測的話呢 你看我們一刀TOMC 加V快速鍵 是叫專央貼上 也就是說不管你怎麼貼 他就放在畫面正中間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叫原地貼上 也就是我今天如果我的畫面 假設我在這邊複製的 我幫你貼去哪 就在這個位置 他就不會放在正中間 這樣了解 這個呢 原則上選擇性 比較不會用到 所以你看我就直接在專央貼上就貼過來了 那我們在貼的時候 建議各位 塗層要做命名 你現在塗層少 你覺得說不命名 你把那一二三有垮的 這個可是呢 以後你真的比較多東西的時候 也要打就不容易 所以要養成習慣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來到這裡 這就是九根格 好 好 那如果你不想跟他 就把他捨起來 好 那我們再 當然呢再增加一個 有沒有 再增加一個圖層 你就回來學 那個勇士 別讓他 不要再用這個人 笑得掉 我看一下 我們應該有一些事情 抬輸 抬輸 抬輸就好了 好 不要抬輸 遜錯了 原 好 但是你這樣改這裡有沒有用 沒有用 對不對 因為我已經點到裡面去了 今天如果你沒有點到裡面去改 就有用 你看我現在是選到他沒有去那邊區文字 各位 如果你這樣改就有用 算了點吧 所以要記錄一下 那這個不夠大 你就自己打 好 把它移到適當的位置上 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是我要幫你底用的 這個是 有名 是 的 底圖 如果你看到清楚 這個可以把它拍一點點 算是OK 好 我也把它鎖起來 比較不會不小心斷擋 接下來的話呢 怎麼辦 我知道另外的去要跟它一模一樣 但是我要用插的 要用插的 所以 我要把這個圖層裡面的東西 複製起來 我先把它撇開來 好 來這邊複製一下 好 我再增加一個圖層 這個我眼睛觀察 你只要有確定嘛 比較不會弄錯了 好 請問我這個貼上 是不是要在原來一般貼進去 要一模一樣 待會我們弄掉才會一樣嘛 好 所以跟那個 模式一樣啊 對嘛 好 這樣子我都可以確定它進來了 好 那你看這個關掉 下面這個還在 對不對 兩個位置是一樣的 這是 永期 這樣沒問題吧 所以請你先把這個基本場景 先讓我們幫它安排一下 剛剛在動作的操作 就發現有一些同學 有一點問題的地方叫什麼 你在選東西的時候啊 鏡頭呢 就用這個黑色的 你不要問這個 變形工具 你用變形工具選 有時候你會不小心會拿到它 好 那第二個呢 你在貼的時候 比如說 你看我們 如果 我們在搜尋裡面呢 預測 它一個新檔案 是只有一個圖層 那麼你今天 這個圖層用檔案要更 增加一個 先增加起來再貼上 你了解吧 好 不然的話 同一個圖層會貼很多物件 那我們在搜尋搜的話 有一個原則 一個圖層一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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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這個背景 就不會斷的 那就會 跌到一起沒關係 不然的話 你要做這樣一個圖層一個物件 一個圖層呢 做一種動畫類型 就是我們後面會講到 FH裡面動畫有分幾種 所以什麼 移動補件動畫 形狀補件動畫 那這個都不一樣 所以 一種圖層 就用一種動畫方式 那一個圖層一個物件 這樣我們以後再管理才會比較方便 好 不然的話 你會做得很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要把這個寫出來 對不對 什麼寫 來 我先插一個新的 你看我們的工具 這個時候你要做工具 就有一些了解了 我把這個字我先複製過來 好 複製 拿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好 請問 我會用插的 哪一個工具 可以把它插掉 橡皮紗 很好 這樣可以插掉嗎 我插得很高興 上開 有沒有合適正常 我們的橡皮紗工具 應該是這樣講 你看一下我們 右手邊的工具 右手邊就是工具 只有一個工具比較特別 就是文具 因為平常我們用這個工具 要說這個 你用這個 這樣架出來的 我先拍個新的給你看 你看 比如說我這樣畫一個 你可以用橡皮紗去擦掉它 這個沒有問題 有沒有 因為這種 畫出來的 有沒有發現會這樣一坨 這個我們在搜集裡面 創造什麼 形狀 但是呢 你用原字工具所創造出來的 有沒有呢 有一坨呢 沒有 因為 你在搜集裡面 文字 還有什麼 圓件 圓件 就包括我們剛剛那些東西 還有像圖片 我們剛剛不是有交一些圖片進來嗎 你看圖片 你看 圖片 圖片 都圖不掉 因為他們都是有個框框的 所以 等於說你這些東西它本身是個群組 你不需要先怎麼樣 打算 把它打算掉 那當然會打算 到這邊 有一個打算 那如果你打的是一段字 那也就不一樣 我們下次有一個字 是一打就算了 如果一段字的話 它要先正能一個字一個字 所以要做兩次的打算 算清楚 所以你要經過這個段座,用橡皮擦擦才有用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以我先回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記得我只要打上面這個 所以我等到它就來這邊打上 上面上了,下面這個字還在 有沒有,上面這個字是不是還在 但是為了讓它 你可以用顏色不一樣也可以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可以做 你看,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顏色 有沒有 這個顏色其實代表說是它這個 那個外框的顏色 你事實上,你點一下是有作用的 有沒有發現點一下會變 這叫什麼模式? 這叫外框模式 比如說今天,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圖片好了 點到它,你變這個 有沒有只有剩下框 對不對,那因為我剛剛是字 所以它就會 整個字的外面都在 整個字的外,整個外型都在 那用什麼顏色? 就是你剛剛在這邊的這個顏色 這樣怎麼覺得呢? 所以這個顏色代表是外框的顏色 你如果不喜歡,你可以在上面點兩下 你看看有沒有變土黃色的 這樣有沒有變土黃色的 這樣有沒有看到外框的模式 因為有時候我只要看到那框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再把這個打開 我就跟我們吃大桌 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就用插的方式來做 你看我把它插掉 有沒有看到上面的? 很好 現在真的要做章號 要怎麼做章號? 要編導過來做 為什麼? 你要用這句工具有沒有辦法寫出這樣的字? 我們這句裡面有筆 可是有沒有筆像那個剛剛好的? 沒有啊 所以你要編導過來 所以假設我要用25格或30格來做這個章號 我就把這幾格 我先通通過面什麼? 關鍵影格 F6對不對 F6的 可是這次下面的是不是不見了? 我們剛剛參考的九根格 那些都不見了 請問九根格有沒有要做章號? 不用對不對 所以不用做關鍵影格怎麼辦? 插入影格就好了 有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有跟各位特別提醒過 在搜尋裡面 關鍵影格越多 反正這個越大 所以平常各位記得 做搜尋好 做完越好 有一個很壯的理念 叫做勤儉持家 要更賤 不然打算那麼爽快 呵呵 你要問對方法 你的打算才會小 這樣搞解意思嗎? 好 我們的底圖 川崎問的 這個 所以也不用 這段話 所以插入影格 插入影格就是快速鍵F5 F5 F6是插入關鍵影格 F5是插入那個影格而已 所以你現在看到 全部都是關鍵影格的 好 現在上面這裡 因為我要寫出來對不對? 所以說 一開始要插比較多一點 這裡都不用嘛 但是插也不是要隨便亂插喔 因為寫出來的時候 寫出來的時候怎麼樣? 寫出來的時候是不是有點 先 下一筆嘛 對不對 你這樣 就很粗糙 所以你要再模擬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筆 是不是要用 是不是要用插的 我可以去把我的字 可以一模一樣 這裡會有插 這樣 比賽列太小 你就半大一點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 剛剛不寫黃了嗎? 好 那你第二筆 我們就再多一點點 因為筆頭是比較遠一點 你知道有沒有 這個第三筆 就可以寫完 所以你當然有沒有選測字的 有字 這樣比較好寫的 好 那就要玩一下 那這個地方就 真的有一個情形 你看 我們到這邊之後 我們標準的寫字 應該不會這個寫完 馬上就這裡吧 是不是會有個提筆的動作 有沒有 你有沒有 這段時候要提一下 換個地方再寫下去 哇 怎麼 提筆 提筆就是停久一點點 所以請問 這一格 從這裡開始 到這裡 是要往下拖一點 把它選起來就要放開開始 往下退 也會有拖兩格 你看 這樣就會 有沒有提筆 停一下 對 哪有在準備從這邊 所以 我們是代吃幹證 因為越差越少 以外不是寫出來越來越多嗎 對不對 對 所以 你這邊再把它塗一塗 所以 這樣就塗一個動畫 雖然看起來比較複雜 可是它可以做一些比較細的東西 好 那這樣子 所以如果各位不想回家的 你就寫那個 有沒有 睡覺的假 好 學醫 可以 如果你的醫是很有個性的 這樣喝了嗎 我別人再做了吧 來的我吧 好 給你試看看 再跟大家補充一點 我剛剛已經做了一點點動畫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趕快來 測試影片 對不對 冷叮噹 冷叮噹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覺得難過 不是 是因為怎麼樣 雖然你這邊有告訴它你是參考圖層 對不對 你是外框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它還是什麼 還是一個字 會出去的 也就是我們在這邊做所謂的測試的時候 它會把這邊的圖層都發布出去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參考用的 對不對 你如果交作業的時候 交出法作業的時候 把年中輕或者有工錢那一段也交出去了 老師就知道你怎麼做的 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不OK 怎麼辦 你按右鍵 有沒有加白引鍵 實際上那單一有點問題 實際上這不叫白引鍵 這叫參考圖層 所以你把它按一個這樣 你看圖層的樣子有沒有不一樣 也就是說這一層在我們真正發佈出去的時候是不會出 跟著搜集出去的 只有原子檔也是在保留著 你看我們再測試一次 有沒有一點點狀況跑出來 我今天只有在前面而已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你看那一層是沒有出來的 那一層是沒有出來的 所以待會你記得按右鍵 然後變導引線 導引線 那你如果做錯了 再按一次就恢復原來的 所以它的這個圖層的小圖會不一樣 好